大家好,我是超子 最近很多朋友私信我想学一些简单好吃的早餐 今天用西红柿和面粉给大家分享一道营养美食 几分钟就做好,简单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可爱的西红柿,插上一根筷子 开火在火上烧烤 边烧边旋转 大概烤十几秒钟,啪的一声裂开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西红柿的外皮去掉 再用清水清洗一遍 去掉根部将西红柿切成小丁 尽量切小一点的块,这样做出来更加漂亮 全部切好以后,分别放入两个碗中 多的一部分用来拌面粉,少的用来呛锅 大碗中的西红柿倒入面粉 面粉可以分两次放 放进去以后用筷子搅拌,使西红柿都均匀地裹上面粉 这就是传说中带馅的珍珠疙瘩 用这种方法拌的疙瘩不仅好看,而且营养好吃 孩子们看到也非常好奇,都非常喜欢吃 一招解决孩子挑食,不吃蔬菜的习惯 疙瘩拌好以后,我们准备小料 准备少许葱花 少许蒜片 再来点蔬菜叶子切成细丝 准备一个小碗,单手打入两个鸡蛋 放入一点白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开火,锅烧热,放入一点油 油热以后放入葱花蒜片,爆出香味 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把西红柿炒出汤汁 少许生抽酱油呛锅增加咸香味 加入适量的清水 继续开大火烧开锅 放入适量的盐 一点点鸡精 将近开锅时放入拌好的面疙瘩 朋友们可以放心,这样拌的疙瘩是不会粘连的 放进去以后用筷子轻轻的拨动就可以了 再次开大火烧开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小疙瘩多么的透亮 看着就有食欲 开锅以后稍微撇下浮沫 拎入打好的蛋液 用勺子轻轻的搅动 这样可以使蛋液快速的散开 做出蛋花更加漂亮 放入准备好的蔬菜 一道简单营养又好吃的珍珠翡翠疙瘩就做好了 简单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早上您早起五分钟,这锅汤就能搞定 在这里抄子再啰嗦一句 早餐您一定要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根据各种口味可以利用少许香油 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